哈喽大家好,我是IU 今天带来一部2019年最新的韩国犯罪动作大片《恶人传》 一辆汽车在灯红酒绿的街上慢悠悠地开 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直接追尾了一辆大叔的车 趁着大叔拍照取证的时候,拿把小刀就把大叔捅成了马蜂窝 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关注IU维影院,我们接着往下看 话说这一带已经发生多起凶杀案 警方也一直未能解决 就看警察这袜子脱一半 躺车里吹空调的造型我就知道 这如果有点紧急情况,他连鞋都来不及穿 大夏天的,司机也是百毒不侵的 说着说着,小警察便直接跑去了游戏厅 另一边一位大哥打着沙袋 看着是挺正常的 可但是当打开沙袋的那一刻 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大哥果然还是壮一点,看起来有气势 因为小警察去了大哥的场子 怕是又要影响他们的生意 便直接给警长打去了电话 果然他们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小警察抓了一名倒卖票物的小混混 让小混混骑着车,把自己带到了案发现场 开始了对杀人案的调查 黑帮大哥借了另一位老大 放沙袋子里被打的就是老大的手下 还是因为业务地盘分配不明确的问题 由于旁边两位小弟的插坠 大哥把小弟打了一拳 而对面老大的小弟,直接把大门牙给掰下来了 话说你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呀 谈话结束之后 今天大哥没喝酒,打算自己开车回家 黑社会也懂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道理 开着开着同样被追尾了 哎呀,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让小伙没想到的是 大哥一点没在乎这点追尾 直接就要走 那小伙只能直接动手了 天上飘着小雨,手里拿着小刀 这次遇上个硬查,自己差点小命不保 刀也被插在了自己的身上 赶快开车逃跑 大哥也及时被人发现送去了医院 小警察找黑帮大哥了解情况 一个嘲讽干黑帮的 咱们也比干媒体的强吧 还能被小混混给捅了 另一个嘲讽 要不是有一群上班脱袜子吹空调的警察 我们这些良民怎么可能受伤呢 俩人也是互不相让 都要独自找到凶手 黑帮大哥画出了凶手的样貌交给手下 这上学的时候可能还是个艺术生 由于这次的事件 大哥的产业受到了影响 手下们也找到了另一次案件中 凶手医师的刀具和汽车 这回大哥打算跟小警察合作了 这俩人还相处的挺和睦的 大哥说可以用他的人用他的钱 情报要大家分享 行动要互相帮忙 至于凶手谁抓到那就归谁了 警察抓到那凶手就顺利归案 被大哥抓到那凶手可就要凉凉了 真是没想到黑白两道的合作 除了腐败还有这种方式 大哥还是你们大哥 早已把这段话录下来了 不仅有录音还有录像 出来闯荡的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他也还真有啊 由于这个案件并不是小警察负责 便找了两个小弟自行调查起来 就在黑帮大哥跟小警察 在车里寻找线索的时候 一群敌对阵营的人来找黑帮大哥孙长 毕竟干黑帮的仇人都不少 两个人打十几个 你一拳我一刀 话不多说就是消 这拳拳到肉的画面也是看得大呼过眼呀 最终还是靠着主角光环一二迪摆 实验室那边传来了消息 经过对比凶手车上找到的传绝指纹 了解到了凶手的身份 小警察找到了凶手曾经的出租屋 里面有很多用来消除指纹的药水 有张相片跟黑道大哥的素描高度相似 再给黑道大哥听了电话录音对比 终于确定了凶手的身份 小警察跟黑道大哥讨论了周密的计划 就这样小弟们出发了 浩浩荡荡一片黑 又是警察又是废 大家目的很纯粹 谁抓到了就归谁 估计警察都没这样的警力呀 黑帮小弟们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最终发现了他所住的旅馆 警察跟黑帮同时进行遁售 但是他们更是要竞争谁先能抓到 凶手的警惕性很高 看到周边一样 一脚由门冲了出去 开启了街道追逐模式 在小巷里大哥的手下也被凶手杀了 最终在一家KTV里 大哥找到了凶手 这种力道凶手没死 只能证明这脸比门硬啊 大哥独自把凶手带走了 就要在一刀斩杀的时候 小警察开车冲了进来 撞约了大哥带走了凶手 第二天大哥的产业也被警察查封 手下们也都被抓了 可但是现在保留的证据 都不能直接证明杀人的刀具是凶手的 凶手正得意的时候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黑道大哥走了进来 大哥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经过了一系列的举证 凶手成功被判死刑 而黑道大哥也因为非法买卖 被关进了监狱 进监狱的气势都赶上回家了 小弟们都列队行李 刚好凶手也被关在这 瞅瞅大哥看他的眼神 这凶手在死刑之前 应该是生不如死了 这部影片都办评分7.6分 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